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每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順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2 富昌財經台觀早晨 歡迎來到烈泡投資360 記得 你有沒有擺出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做淡瘡 昨天或是食糊的早龍娛樂 昨天我們叫粉絲快點食糊 我們拋門的情意面面 28元一定要食糊 因為不食糊的機會 太擺得太盡 就會被人壓下來 這時間買股票 非常趕投資機遇 昨天美股是一個血洗科技股 導致立子創为6月11日 史以來的 fail leads 腔幅 曾經會逗費用到1個步和 1 體�� puedan Shy 平常舊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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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 而且身邊很多平時都不玩美股 或者不認識美股的朋友 都開始不停熱衝這件事 亦都是典型的爆煲跡象 看回之前的科網股 湯.com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什麼叫網頁 湯.com 網頁都不知道 都是可以去買賣的 所以這個事件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當一些不買開業的人都去買的時候 可能這個情緒將會爆煲或者要爆煲 所以朋友就要看我星期三的炮車 實戰期費都教大家 除了做好倉 大家必然會做淡倉 否則這個市好 每個人都會賺錢 沒有人不會賺錢 基本上你合眼 買騰訊阿里京東美團 全部都賺錢 但是如果今天跌市 你還會買阿里巴巴的put 或者是昨天有部署的朋友 是有部署的小米的put 其實已經入價和倍升了 為什麼有些人常升 但是有些人永遠都是輸錢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做手問題 還有你有沒有把握好自己的時間 去做一些適代倉 例如淡倉 因為很多朋友很抗拒做淡倉 覺得做淡倉很危險 很不明智 是會輸的 這個市況上個月不斷抗升 當然沒有問題 不停做好倉 加著卵或牛熊全部都贏了 但是今個月的已經扭轉了 恆新指數1號的高位 25254 去到暫時的低位 又跌穿了 24488點 走到766點的波幅 炮姐相信今個月會走到超過2000點的波幅 來看8月3號的低位 24250點的支持力度 第二隻腳是24167點 8月7號的低位 如果兩個都頂不住的話 恐怕抄低 恐怕下23500點 走到本季的波幅是達到3500點 但是如果走到下去 大家會怎樣部署呢 或者你的思維 會否有少少拔倉的概念 或者今早的粉絲問股票期貨 是非常好的問題 有些朋友說 騰訊跌回520價錢 之前說挑戰564元 但是你記得 騰訊已經有四個頂 四個頂 四個頂是很難再上去 這個阻力是非常之大 給大家之前看回 他在2019年的時候 曾經在這裡有四個頂 一打就打到350元 所以如果今次打的力度打下去 又是挑戰500元的價錢 今天你見到它走勢非常之噁心 是跌穿50天移動平均線 還有之前的位置都穿了 也都是很差的走勢 你看到現在立期的位置 也是在下跌 所以相信今天的市貨 是不可以這麼樂觀的 知道嗎 是不可以這麼樂觀的 因為你見到昨天這麼兇狠 未必是玩 未必跌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見到Tesla是五拆一 蘋果是四拆一 一拆完之後 那些大股東不停地訂貨出來 幾十億幾十億訂貨出來 其實它升了這麼多 食物是很正常的 其實連Tesla自己的老闆都說 那個股價超過超標了很多 所以都是知道這件事 看8月份強積金人均賺了5836元 不知道你賺不賺這個數字 其實這個數字是平均 給你看看自己跑不跑得贏大使 其實我覺得五千多元太少 沒有可能跑不贏 美股方面升了7.3%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今個月的基調是不是這麼好 昨天在白金升降機 你也說了9月我不是這麼看好的 馬上回答一些問題 Stella說7500能否去到7元這個價錢 再看過 7500的報告 大家知道豹門的體淡五寶 是其中一寶 是第四寶 第一寶就是我第一次要做淡 又有頑皮 怎麼辦呢 則可以參考一下這隻7300 恆辛南方基金 今天有一隻叫做恆辛科ETF 一上市就變得穿下 為甚麼呢 因為是這樣日落 所以而言 這是要新不逢是 這個ETF我不太建議買 暫時是新的 未見到Jong是否積極 或者市場上流動性是否大 因為ETF上市和散股是不同的 散戶的話 我們要抽農夫山泉水 或者抽百姓中國 抽很多不同的新股 但是ETF來說 通常只有大戶 貨源歸必 要一直滲出來給散戶才可以 第一是7300一倍的反向恆生指數槓桿 ETF標的物責就是這個期貨 其實你看看恆子每跌1% 會跟跌1% 但是你記得 它的天性就是 如果恆子跌1% 翌日升1% 翌日再跌1% 如此類推一個月的話 它至少沒有了3% 所以這件事的天性是甚麼 只能計算單邊短線大爆升 或單邊短線大爆跌 才可以做 如果無來無去就不行 但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是不錯的 大家去參考 大家去參考 會不會入呢 這件事是想得過的 700會不會到7元 其實你自己算一下 現在到7元有多少水位 大概是8%左右 是不是 8%的 簡單來說 恆子跌了4% 4%就是大概1000多點左右 你那些恆子跌了1000多點左右 就可以考你這隻的Stella 其實不要這麼貪心 7元 6.8元 我覺得可以到的 但是你這些快 肯準絕實 月頭的特色是甚麼 指數就是 波動性非常大 突然間可以抽上去轉燈都夠膽 因為其實766點 現在這麼多的 現在這麼大的波動性 一兩天已經走出來的了 還有9月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月份 所以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亂去拿衍生工具過夜 不是一開始被人斬了 牛頭就不太好 早晨 粉絲 早晨 阿May 早晨 阿Donald 我知道很漂亮 1810 可否拼反彈 這位朋友肯定不是跟我 昨天才討論怎樣做淡 你還拼甚麼反彈 小米集團 你記得它是炒甚麼概念 炒5G 單邊短線大爆升 它很明顯是見了頂 短頂一定是見了 26.9毫半 昨天一個很漂亮的時間做淡倉 昨天才跟朋友討論 期權方面24元的put 看看是否有期權 24元的put 如果開了的話 其實今天已經是一倍營利 是一倍 如果用五千元已經賺到另一個五千元 為甚麼用衍生去搏呢 就是用小刀去鑽大樹 如果我鑽不到一棵大樹 我最多就沒有了一把小刀 如果用正股的 其實已經坐在那裡坐艇 輸的可能已經不是幾千元 所以為甚麼要學這些衍生工具呢 就是這樣 看看有沒有小米的奇權 這裡是有點難找的 3690搏反彈 其實3690我都不會搏反彈 因為整個板塊 好了炒完的味道 你明白嗎 24元的put 昨天說的是一個多頭 所以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去進入 但你可否發現到這個時機 以及你的行使價選得漂亮不漂亮呢 如果現在再問的話 可能會推下一點點 22元的put 都可以想一下 因為其實之前實在太高了 太高了 一進來就要換一換行使價 再去做回那個情況 你搏反彈 我一定不會搏的 老實說 就算你搏的 用有限的牛證 一兩千元 輸了都不擔心那些 先搏 正股真的不要搏 很危險 很危險 20131.1 有沒有有貨嗎 這個又叫走的 看不看得到 一突破13.6毫八角 各位馬上打回來 頭也不回 所以時間很重要 你吃戶要吃得狠 要快狠準 你不可以說 等多一會 你要留意市場 狂歡幾個月 它不會再不停派錢給你使用 你要吃了個戶 帶回袋子 首先要鎮定一點 千萬不要買這些股票 趕過很多千萬次 又破身低了 差不多了 還比流淚價錢還差 這些股票28元都看到了 不用想 不需要問5號 跟我的粉絲是不會買5號的 絕對不會買 因為完全沒有人生的希望 三角八角 這些都是不用說 不買 就是不買 不要貪便宜 記得我們買股票 絕對不可以貪便宜 貪便宜的只會越便宜 便宜到不能再便宜 好像SB那些夠便宜 你買不買 沒有得你買的 所以我們買股票 我們買G 買前幾個希望 當然配合市況 比如印度制裁中國的118款遊戲機 其實這些對我們的市是不會有影響的 因為印度仍然會買小米 越民集團很明顯就不是現在輪動的板塊 還有你看看現在市的氣氛 即是認真麻麻地 所以不要買 這隻不要買 最近肯定不是炒這隻 你看到他50至60元 10多個百分比 走了一個多月 或者走得很久 你看騰訊 不如買騰訊現身 更好玩 騰訊的期貨 大家抄下槓桿 今天是7倍多 7倍多 什麼叫股票期貨呢 就是適合一些想看好看淡 短線的 也都是想用槓桿 可以用股票期貨 好處是槓桿化你的盈利 當然也是槓桿化你的虧損 自己留意本金 孖展的倉位先好入場去做 這個叫做股票期貨也是一個好東西 金沙中國多少錢離場 32.5元 立刻給你看看 你現在馬上離場 還想什麼 市場又不好 你不用坐艇 而且你看到他不是很活躍的 雖然說澳門通關 各方面 你看到他都不符合炮門 簡股的條件 他都不符合我的資格 他的朋友這隻就符合了 你看到嗎 強弱很明顯的 高低立建 880和19200 19200根本都不強勢 這隻股票一點都不強勢 這位朋友叫什麼 Wingo 幾千離場馬上離場 不用想了 1888見陳志祺基板 昨天有朋友問過 這隻好像很漂亮 突然大洋竹多頭派 今天他算帥氣了 這樣的市況都勉強頂得住 勉強頂得住市場 所以這隻來講 沒有貨的話就觀察 如果進來進去 我覺得可能要回回10元邊的先 但我不太喜歡炒這些股票 不喜歡炒 因為他悶了那麼久 突然抽起來 很大機會又打回來 這些股票不是我杯茶 不是我杯茶 早晨小優 8號 很久沒有人問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很難搞 你看到嗎 有些詭異 47本有貨前景如何 往往陣陣的電訊雙股 你說是否很強勁呢 前景未必的 還有他的老闆 誰都知道 不願致平 他說他的板塊會很有脂肪 好爆升 肯定不會 所以來說 你這隻股票 給你兩個參考價 第一就是5元 5元這個位置 第二就是之前的天線的頂部 5元1圖多 其實沒什麼水位 你47本買 47本沒什麼水位 我建議你上水面 就快點走 9990 昨天我們的朋友是28、27元吃的 你是多少錢買這個Randy的朋友 23元就馬上吃了 不用想 馬上吃 因為這隻股票 它再漂亮的業績 它都會受到股票的影響 下了袋子才是自己 京東 升了很多日子 物流比淘寶漂亮 聽聞 早上買東西 下午會收到 但是 300元入一住 你不是跟我說想入正股嗎 不會入 這一刻我不會入 因為外面賭寫羅蝦 很危險 少少危險 我不會入 這隻股票 如果播放的話 用牛證 去播放 播放 可以想一想 6078的港股通 你記得同一個橋段 不會有同一個結果 你用175就知道 看到嗎 我昨天說了 如果去同一個橋段 981的橋段 又是進入國內的A股 炒不起 這個圖案的概念 第一次炒才可以炒起 如果你說又是同一個概念 都沒有新鮮感 市場是不會一個 用沒有新鮮感的概念 消息去炒上來的 例如 這個什麼阿里巴巴 或者是進入這個指數 這個是人都知道 這個不是一個特別大的消息 外面很多人都說 會再升再升再升 其實這個反而是一個警號 大家知道嗎 有些逆向的思維 9988 300元上面會不會上升 你說今天肯定上不到 還有它是一個創歷史新高 記得抄下創歷史 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絕對不容易的 這個叫做 所以這個的話 300元你都不用想著 這個月都不用想著 所以你還是算了吧 700 買了紅 買牛紅證 心態先走 心態一定要先走 不要車馬一買完 馬上會向著你的方向走 你選擇的位置非常之重要 還有就是 你入場之前的想法 就是你定了哪個位置去斬倉 會不會是有些朋友跟我說 今早就被人殺了兩隻熊 為什麼 因為你過夜的時候 你的想法就是 它一定會升 我經常都說 你要向不好的想法 多一點點 特別是買衍生的朋友 你不可以說 它一定會升 這些是錯的 最錯的思想就是 一定向著你的方向走 不然為什麼那麼多人會說 坐艇怎麼算好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驚恐 如果你入場之前已經定好 這個指贊和指洩位 是沒有什麼驚恐的 其實你看回騰訊方面 你的騰訊方面 他今天的 看看一分鐘的圖 其實你見到他 我猜你買紅證的時間 可能是這些 剛剛開市 所以我經常都說 投資5至10分鐘 不要攪拌 他都不是很動 現在是企圖抽上去 你要看他583這個位置 抽不上去 如果抽不上去的話 可以保持住 還有你現在要賭什麼 賭去破不了 那個叫做四頂 564元 你去賭去破不了 當然 他突然間市況逆轉 你要知道自己的定奪 還有怎樣去動你的錯 Kerry 很有活力 當然了 還有一個活力 269入不入 現在入這隻 這隻其實也是入 若名 你還敢入嗎 如果有衍生的 試一下 但我都不入 若果其實很弱 這隻 中國生物製藥 我說了很多次 說了一千萬次就不要賣 送他這隻 這隻說了一千次就不要賣 如果你買了受傷 我不會負責 大家知道沒有 有貨可否保持9988 其實保持阿里巴巴 用證固保持 其實都挺重的 因為百股一手一手都是27,000多 我當你有10手好嗎 27萬多 10%是27,000多 拿這麼大的apporturing cost去做 未必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如果277元有房門保持 如果中長線的adress 我覺得你先保持 不需要極度擔心這隻股票 中長線沒有問題 但短線震盪是必然的 這是無可避免的 9600什麼位置入 信義光能 這隻之前好像破了頂位 現在兩支打音竹打下來 我建議你不要入住 因為實在是太難搞 大家知道我的早龍如落 好像剛剛轉燈 剛剛有朋友跟我說 所以強勢股票就是這個特色 可以逆市上升 反地心吸力 所以各位朋友 土森門又打開 昨天上升了28.4之後 這個叫做反向天線走勢 是不漂亮的 但它這隻本身底氣不差 所以你有貨可以先吃掉 真的覺得不知怎算好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 跟我的都是21-22元 去買回來 所以記得在庫窗開戶口 跟著跑車進入白金星降機 你會每天收到資訊和頻道 27號什麼位置入 你都挺大膽 捱著身高 接著打回來 更加強勁進入 其實阿娜來講 它的紮幅波動 做不到突破性 我恐怕它慢慢滾下來的機會 大個向上升 所以至少去57元的位置 才會考慮 這一刻我未必會考慮 2013今天還加貨 你真是勇敢 去10元邊才考慮 不要搞了 當然是880好 我會建議AWINGO 你拿現金開心一點 因為Cash is king 如果你沒有思考 想法去買什麼 我建議你拿現金好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錯誤的投資 就是什麼時候發生 就是當你亂入場買股票時 就會發生一些錯誤的投資 例如一些好的東西買不到 一些爛的東西就會買進來 這個175的話 現在可否猶豫 這隻不行 不可以 3323 我曾經的外股 走勢都是一般的 雖然我以前很喜歡它 但是10元4毫抄低 10元4毫這個重點 有支持的話可以想想 它有衍生工具 可以做回 我想看看這隻股票 現在是什麼光景 它竟然撐得住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買了 6123可以留言給我看看 這隻有一隻很害怕的股票 它的概念就是 你會入股在他身上 一隻兩個多 我有粉絲是兩個多 之前拿下的 爆上10元左右就走了 很恭喜它 因為它這隻真的沉溺了很久 跌了很久的股票 亦都是這樣上來 這些直接進入我們的音樂耳狀態 隨時叫做炒完的股票的話 我不建議大家去入日特別的粉絲 因為如果你不眼明手法 當中一坐坐幾乘下來 你就會覺得很害怕 所以選股是適合自己的性格 如果你本身沒有什麼主見 也不知道概念 純粹因為爆升追上的話 我恐怕你會承受這個結果 看到嗎 這個結果就是這個結果 所以為什麼我不會介紹粉絲買這些股票 就是這個原因 知道嗎 2013 12個月還未吃Mandy 這個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還未吃 2013那天已經趕了要先吃 現在這個方法的話 你只要薄希望去不要穿10元雞 其實這個SAS股不害怕 我覺得中長線 但是短線受到市場情緒影響 會不開心 所以你記得下次吃烏食得好一點 又要追回麵點報告才太多了 38843.5有貨 前景如何 記得混貨不是一個好的東西 豹子經常覺得是 不要去混回貨 不要去混亂 因為混貨是一個小的錯誤 形成一個大的錯誤 越混越淡越混越淡是不好的 所以我經常都跟你們說 最好不行的就斬掉去買另一隻 混貨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現象 知道哪裡嗎 自欺欺人的 40元有貨 40元有貨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金山軟件其實是金山雲 或者其他的業務來說 也是穩定前景發展 部署當然是先吃了 一定吃了 現在這時候 拿回貨幣看好一點 再部署 不需要急 19108.43元走不走 非常漂亮的位置 之前說過新秀麗 他之前是去到5元 我覺得這隻先走了 因為他又上10元的頂 這隻股票不太怪 這隻炒什麼 炒肺炎復甦概念 北京已經開很多國際航班 代表什麼呢 就是航運力開始復甦 其實我們本地來說 也是說肺炎疫情很像手押 因為政府都不肯開酒吧 或者娛樂場所 希望繼續受押 大家可以快點去旅行 匯豐不同 價位入三手 美儀是一個典型的散戶 可能是5元 不捨得走了 48元 現在只有32元 放在這裡 可以買哪隻賺回 48元三手 就是千亿股 千亿股現在當你15元 你都沒有了幾萬元 怎樣買哪隻 首先要學習一下 不要買這些股票 不要覺得收息是一個好的東西 但在2020年收息股已經不是一個可以買股票 我們買股票是賺價錢的 不是我們收息的 所以你自己要痛還是私痛 你現在兩個選擇 因為你的價因跌得很離譜 你唯一就是等匯豐會復活 當然這個 相信今年或明年都未必會復活 但如果你平了去 你再亂買其他東西 我又怕你會有其他狀況出現 所以我建議你多看一些我在副昌財經台的節目 你upgrade一下自己 才再想下一步怎樣部署 180今天要不要走 要不要走的 你要告訴我你是什麼位買的 如果你之前低位買的 你先吃了 可以以南點看一飛沖天 其實這個人都知道 不需要再說艷南 經常都說是人都知道的消息是不會炒得上的 阿里卵還是港交水卵好 買卵的話最重要的是什麼 它的短線的爆炸力多少 即它的fracturation是多大 究竟它會不會動得很小 還是平平無期 什麼叫平平無期 什麼叫平平無期 這些就是平平無期 如果炒匯豐卵 你基本上買call買put都不行 因為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估物論的股價多差 重點是它不動 如果不動的話 你炒卵或衍生工具期權那些 很大罩的這件事 所以一定要清楚知道明白 你選擇的是什麼 以及自己做些什麼 下一個1313可不可以進入 這隻之前都炒得很厲害 這隻其實是強勢的環勢 絕對強勢 你看到今天跌到這樣 它還可以頂住 如果你進去的話 是駁它破頂 可以十分之一的資金去駁一駁 駁一駁 如果穿了這個位抄低 穿了11元 那段和我斬了 那段斬了 高位有買1810 確下年生日到期 記得 窩倫是不可以坐的 不行 我覺得斬了 斬了 你寧願買一個絞粉 因為你這樣的話 硬欺騙自己是不行的 而且窩倫不是正股 它真的不停和你磨蝕肉 即是磨了本金 沒有就是沒有了 海吉拉醫療 這隻也是一個非常有dream的股票 今天來說 它屬於不是跌得厲害的 我給參謀價 不穿41元 41元不穿的 你可以坐著 這位朋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斬掉 要狠一點 信義肝能 這隻走勢很惡劣 不買 6030有貨 你自己是甚麼價位有貨 問股票你問我 告訴我自己是甚麼價位有貨 準訊證券 昨天終於打了下來 穿了一個range的底部 看不看得到 這個不漂亮的 因為它是炒A股的概念 而且成價多 它就會升上去 如果你說保持不保持的話 其實你自己看 當然你說14元12元 這麼漂亮的位置 當然可以保持 但我20元 那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要不要斬 我給你參考價 這裏16元 16.9元 那就要斬掉 千萬不要磋潑這些股票 因為記得 拿回本金 就是你用另一隻去賺的重點 如果你的本金 好像上面有那位朋友 已經虧了那麼多 你現在才斬 拿回機會會壓低 記不記得 當你的本金剩下六成的話 你要追回很多才可以上去 所以千萬 把菲特的天條 就是千萬不要輸了你的本金 這是正確和對的 16元有貨 需不需要止賺 我覺得先吃掉 16元又不差的 這個位置 但如果你有短期再薄它上去 我覺得九無九孫 穿錯誘未必有 所以一定要清楚知道和明白 1157元 這隻也是之前狂炒的板塊 你這個位置不太漂亮 8.2元 可不可以保留 如果不穿7.4元 如果不穿7.4元 可以保留 到Jimmy 1093 17.5元有貨 哇 你是高位買的 高位買的 這裏肯一點 15.4元 因為她穿了便便走 我非常可怕 我而這戌價 因為你那位公主特算ип 其實找到這個號碼 需要這麼詳細口 這樣可以這樣問 而且您不用這麼打箱號碼 我不是要說好買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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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金 我發現石藥有貨 我會否先停掉 首先要看一下這個обр ambos 這一行叫 uncles 日格 日價有很多 甚麼叫日格 很簡單 有想像買手錶盧歷史 例 governing 他們試鑽 alan 2020年Sunmarina 那個工價是十萬元的 現在我賣這支錶給你 要十三萬六千三百多 那三萬六千多是水份 只值十萬元的那支錶 即是說它貴了 本身偏貴 槓桿來說是OK的 成交也不太差 最主要看它到期日 到期日是明年的年頭 兌換率都是正正常常的 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你自己看來講 就是它那個叫Buildingwood 石藥 石藥那隻走勢 它可不可以單邊短線大爆升 還是它已經轉為無間的空間 去一個叫來回區間 或者反覆向下 這個是要很客觀的 你不可以自己欺人 就是說它會上回去的 你覺得Wall 今天的三先半 跟下星期的三先半是不一樣的 今天的三先半可能是這個波幅 這個波幅 這個時間值 這個到期日 但是下星期的三先半可能是跌下去的 所以就算它走兩個月 這個位置 你的輪胎都會沒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你最好下星期做個決定 如果下星期爆不傷 要斬 不要自己騙自己 下一隻是250 比我迪電子前幾天錯了新高之後 今天是低位下跌再抽上去 其實你做這些電子科技 它在國內的普及性非常之高 增長也是OK 見得人不錯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短線還可以升 有這個可能性不排除 我建議你用期權或者牛仔去搏 會好些 限制你的註碼記得抄低 限制你的註碼不要太過重創 如果不然就很危險 258、856元有貨 其實之前都炒完了 航空租務這隻 其實之前都炒了一大輪 現在才來搞的話 恐怕未必有炒 小心點 要看止讚止攝位 你為朋友 加時三分鐘 好像踢球 知道自己的止讚止攝位 1299元 77元 當然要吃 很幸運 你還未穿底 快點吃掉 2020 安達體育 這個內循環板塊 見頂之後 其實還未打下去 所以大家要清楚明白 那個狀態究竟是怎樣 21285.8有貨 15.8有貨 中國聯數 其實你看自己的狀態是怎樣 如果穿了14元 14元 這個位置要走 斯摩爾 不用說了 斯摩爾炒完了 已經趕了 已經不用想了 9999 這隻是從來都跑輸大事 從來都跑輸大事 之前別人的朋友 9918 或者9988 不停破頂 他都好像呆了 167元 好像永遠都升不穿 可不然現在市場 一般的 如果搏這隻 我寧願你駁股票期貨 會好一點 不要駁證股 證股太浪費時間 少許牛證去玩玩 不行就算了 儀卡 這隻曾經愛股儀卡 儀卡其實不可以為止虧 不穿49元 47元 這些可以撐住 他的夢想 前景仍然是有的 自己知道 其實9999買倫 知道有個問題 它是一個比較喜歡磨來磨去的股票 它不是一個很喜歡走單方向的股票 所以你買窩倫 很容易給你吃價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知道和明白重點 最後一條問題 981 27元有貨 這隻說過不要買 是警告了 之前 自從踩完方向 據後40元以上都說了 是不可以再買的了 如果你說27元有貨 你真是很自為之 為什麼之前不做過 那段要今天才做呢 其實今天你說會否抽上去 有可能會開陽燭抽上去 但你都要看位置 轉馬會比較好一點 換馬比較好一點 未必這麼好的 最後還有一條問題 Phoebe的問題 2331 李玲 33.5元有貨 這隻跟安踏的朋友一樣 有可能炒完 所以都要找位吃了 如果穿了30元 這個重點平台的話 要那段斬掉 總結今天的節目 先讓炮姐看今個月 是會有2000點的波幅 向下的機會可能會大一點 另外中美貿易戰 和中印的手機戰 各方面都越趨越烈 所以密切期待市 特別是今年的LASDAQ 會不會再向下打下去 如果再向下打的話 就要小心危險些 還有今週末最好 不要那麼重瘡 特別是衍生最好 都不要過市 因為波動性越來越大 大家要注意我的風險 下星期的《獵豹投資360》再見 拜拜